古代死球,吃断头饭时,碗中为何要放着一块生肉? 可别小瞧他,有大用 爱看古装历史题材的朋友们都知道 在古装剧中,我们会常常看到犯人上刑场 甚至是诛灭酒族的举行 犯人处刑的过程大致是这样 他们被关监狱中等待上级的审判 随后在接到圣旨之后,按照皇上的意思 对犯人进行处决 古代的法律不像现在这样 在那时候砍头,诛酒族是非常常见的刑法 很多人会因为犯了一些错会惹得龙颜大怒 而那些被砍头的人所犯下的罪责 在我们现在看来实在是罪不至死 好了,话不多说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古代死囚定罪的制度 断头饭又有什么具体的意义呢? 古代死囚吃断头饭时,为何要放上一块腥臭的生肉呢? 别小巧他,有大作用 自古以来,中国都是讲诚非民,有功必赏,有错必罚 这些鲜明的讲诚制度让社会的发展更加井然有序 有理有据 而当百姓犯错之后,首先会有捕快对其积压 然后再通过公堂审问、化压等程序来确定他犯下的罪责 根据犯下的罪则轻重来确定惩罚 前面我们提到很多人犯下的错不至死 却要经受砍头大罪 这类被定死罪的犯人,我们通常会对他们有一个称呼 那就叫是死囚 而在我们即将奔赴刑场的时候 牢狱会为他们送上一顿极极丰富的饭菜 这顿饭被称为断头饭 据实料记载 断头饭最早来源于春秋时期的楚国 相传当时的皇帝宝座不稳 为了拉拢人心,获得其他国家的支持认同 他便对当时被定以叛臣贼子的死囚 进行了关心之情 在这些叛国之贼即将奔赴刑场的时候 皇帝为了彰显自己的人意慈悲之心 并告知下属 为各位死囚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 随后,世人都对这楚国皇帝的这个举动表示赞同 认为这种做法给了死者最后的体面和尊严 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 这项举动也被流传下来 断头饭的存在 让森严肃穆的王朝添了一丝人性光 也比较符合大家所推崇的人道主义 它不仅包含了皇帝的人词 还包含着对死囚即将死亡解脱痛苦的一种祭奠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除了自然而死 任何死亡离世的天灾人祸都会让人产生痛情 一直以来 人类对于生命都包含敬畏之心 即便是掌控世人生杀大权的统治者 也不能随意的操监人民 滥杀无辜 就算是死刑犯 也需要饱餐上路 如果君王肆意滥杀无辜 也势必会激起民憤 惹来百姓的不满 我们都知道 自古代中国引入佛教文化之后 便深受其影响 旧文化中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 白是 轮回说 这句话的意思大概是 人死后 不会在这个世上彻底的消失 当然 人死后必定会有 饿鬼追随寻仇 如果吃不饱饭的话 那人死后的鬼魂将不得安宁 会造成极大的祸患 而如果这个人在死之前饱餐一顿 那么他与在世仇人的恩恩怨怨 将烟消云散 一到两端 而对于断头饭的要求标配 在宋朝时期 更是达到一顿饭 不能低于五千文铜钱的标准 在当时的这顿饭 是相当的豪华 死求临死之前吃的断头饭极为丰盛 不仅有酒有菜 更值得注意的是 还有一块腥臭的生肉 这时候为何呢 但你可别小瞧的 有大用 我们都知道 古代由于社会封闭的原因 科学技术并不发达 很多人只是靠农活 来进行家庭的生存 当时的生产技术 和现在远远不能相比 加上天灾人祸 难有抵抗的手段 物资非常的贫瘠 匮乏 因此 很多普通人 不要说享用美味佳肴 就算是普通的粗茶淡饭 也是奢靡之王 只要权势显贵的人家 与王室子弟 才能尽情享用真秀美味 而在死求面临处决之前 会被狱卒准备一顿丰盛的餐席 这顿餐饭里会有一块肉 而这块肉却不同于我们寻常吃的菜 是一块生肉 显然大家对于鸡鸭鱼肉的欲望非常强烈 但是面对这样的一块生肉 很多人都表示难以下言 说到这块生肉的缘故 还要从古代的传说聊起 古代的死刑是非常残忍严酷的 而死刑也包括很多种折磨罪犯的方法 比如我们在古装电视剧中看到的上吊 赐自禁 毒酒 赐百灵等等 还有血腥恐怖的五马分尸 菜市场 斩首是种 朝廷会根据犯人的身份地位 以及犯下的罪责轻重 来决定对犯人的处理方式 其中 斩首 是这些刑法之中最为常见的一种 相传在死囚犯被砍头之后 会经过奈何桥重新投胎 可是 想要重新投胎 又必须要对峙奈何桥上的一条恶犬 唯有战胜这条恶犬 才能拥有转世投胎的机会 在我们经过这座桥的时候 这条恶犬会挡住他们的去路 阻止他们重新投胎 转世作人 为了不让这条狗挡住去路 他们要为这条恶犬准备上一块生肉 吸引恶犬的注意力 有了这块生肉 这条狗便会被肉吸引 不再阻挡 想要重新投胎的人们 最后 他们的鬼魂能够经历轮回转世成人 当然这也只是一个古老的传说 不过 这个传说被流传下来 历朝历代的人都选择相信他 而历朝历代的皇帝 也都将这种习俗流传下来 虽然这些死囚在身前犯下了滔天大罪 罪该万死 但是世人还是希望 他们在下辈子 能够顺利投胎转世 做个好人 从古至今 我们一直都奉行死者伟大的规矩 就算死囚在生前犯下 十恶不赦的大罪 在他死后 这些仇恨也就因求云散 无论他有多大的罪恶之急 在死前也必须吃上这顿饱饭 无论是传说 还是世人悲天悯人的同情性 我们都可以看出 在古代给他们吃断头饭 体现出古人对死者的临终关怀 抛开那些神乎其微的传说 对他们送断头饭的大部分因素 在于世人对即将死亡的人 给予哀思和祈祷 这不仅是一种同情 更是一种对生命的敬畏 虽然当时处于封建时代 但是古人关怀同情的善心 一直存在并流传到今天 实在令人可谈的 本人在为了